有些疑似在亚特兰提斯的位置 说真的,实在太多了 所以根本很难确定哪一个是亚特兰提斯 但我们就尽量逐步收窄 可以找到最有可能是亚特兰提斯的位置 按帕拉图的对话录记载 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是亚特兰提斯的 我们试试逐步逐步收窄 收窄一下亚特兰提斯可以出现的范围 既然是亚特兰提斯 那怎样都要从这个自圆开始 自圆就有关于Atlantic Ocean 第一集的时候说过它要跟雅典开战 最好就在地中海就更加好了 所以自然就剔除了什么叫台湾雪 日本雪 就说那里都是亚特兰提斯 台湾有很多物产 物产很丰富 但是我们说过之前 有八大点是关于阿特兰提斯特征的 台湾可能只符合其中一点 就算你硬加一个板块移动雪 即移动到那里那么远 那你怎样跟雅典开战 不要玩啦 有时候不是那个城沉了 或者是那个板块沉了就是 因为这些沉了的城市 第二集也说了很多了 那难道到处都是亚特兰提斯吗 还有台湾真的要来这个雅典太原 还有第一集 那八大亚特兰提斯 有一点我没有提到 就是要有大笨像 台湾也没有大笨像 刚才分享的因子 都可以用来否定了日本雪 和南极雪 一来他们离开雅典太远 台湾也没有环形的建筑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些 这些推论太粗疏了 好,说回近一点 那地中海其实也有不同的地点 是被视为可能是 亚特兰提斯的选址的 第一个就是克里特岛 除了克里特岛 有这个古迹 Minoan 被称为Minoan Civilization 他一来岛上有一些遗迹 二来他也有一些地方 是有绿沉的遗迹 还有最特别的 纪录片说到 Minoan那些遗址里面的中心 就有柏拉图形容的神殿神子 有菠塞冬为中心 还有牛毒敬拜 那会不会克里特岛 就是亚特兰提斯呢? 除了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上边 北边 有一个环状岛 叫石拉岛 又或者叫做 职托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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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岛 为什么会被视为亚特兰提斯呢? 因为是环状岛 是环状岛 它中间就是一个火山口 以前是一个岛 因为火山口爆了之后 整个岛都没有了 那这个环形的设计 环形的样子 就令人怀疑 会不会这个石拉岛 克里特岛北边的石拉岛 也是中了亚特兰提斯传说的描述呢? 而且按研究 在公元前15世纪 就是柏拉图899年之前 这个石拉岛上面 这个圣托里尼火山 真的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就摧毁了岛上面 所建立的文明城市 也引发大海啸 这个海啸也摧毁了克里特岛很多地方 简单来说 就是柏拉图 大概年代之前的900年 这个大爆炸 石拉岛火山大爆炸 火山灰海啸 摧毁了石拉岛 也摧毁了克里特岛 但是这个论述拜不的是什么呢? 纪录片也说了 拜不就是... 没有沉没 也不是一夜消失 因为事实上 文明的重建 是可以发掘出来的 人们不是死光 在原子里继续重建 而且没有港大平原包围 也没有大象的痕迹 还有最大败笔是 时间性就不对 柏拉图说的是9000年前 柏拉图时代 9000年前 但是那个石拉岛大爆炸 是柏拉图时代之前的900年 所以有些人就强烈力 强烈力 就说可能是柏拉图 加多了个零 就是把98年前的东西 当成9000年前 OK 4万平方里 就变成40万平方里 所以就变成了阿特兰提斯传说 大家都看到了 如果刚才我们把八大点 即是柏拉图的对话录 描述阿特兰提斯 有八大特征 极其量石拉岛都是横撞的 即是符合了一个特征 克里特兰也是符合了 为止中间有菠菜东神子敬拜 其实大家都只是吻合了其中一点特征 最多是给你一两点 有一夜之间的大海啸 但他不是完全摧毁了 那你两个特征 其他特征没有 还有那个时间点 不对 所以克里特兰普遍都是被人视为 不是阿特兰提斯的了 虽然有可能 但已经不是了 OK 除了时间不合 他又没有中山环绕 他又不是一夜消失 其量石拉岛有横形结束 就不是克里特兰 虽然石拉岛和克里特兰很近阿典 可以和阿典发生军事中断 但他真的符合柏拉图描述的 真的不够 绝对不够 我们稍后再分享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其他地方 就越来越符合到柏拉图的八点的描述 好 另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除了克里特兰 石拉岛之外 第二个地方就是塞浦路斯 近土而其南方 塞浦路斯都像克里特的 他也是有水底的遗迹 如果你上网看 他有一些度假的介绍 导前介绍 他也是很近地被中海 可以和阿典开战 但他最大的败笔一样 他都没有横形建筑 也没有一夜消失 所以塞浦路斯都被自然剔出 这个可能是阿特兰提斯的选址 第三个地方 意大利西边有两个大岛 撒丁岛和科西加岛 但其实呢 如果你记得我说过 在小冰河时期 地球的水位 比现在低120米 换句话说 在12000年至14000年之前 意大利西边这两个岛 其实是相连的 撒丁和科西加 OK 但因为 随着时间过去 小冰河时期过去 水位上升100米 科西加大陆才分开 变成了撒丁岛和科西加岛 有些人就认为 会不会 这两个岛曾经合併在一起 这就是传说中的阿特兰提斯 一夜间就被水染了 分开了两个岛 而且他也是近雅典的 地中海 可以跟雅典开箭 不过就是那句 不是沉了就是阿特兰提斯 之前说我有这么多沉了的城市 难道他们所有都是阿特兰提斯吗 还有一个拜批的地方 在哪里呢 去过环形建筑呢 我是找不到 除非你完全摧毁了 被大开玩笑 什么都没有 渣都没有 就要升纳探测 在水底的沉积土层 或沉积岩之下 有没有其他的隐藏发现 但在没有一个进一步证据 也没有环形建筑可以看到的时候 意大利西边这两个岛 萨丁岛和科西加岛 都被自然剔出了 是阿特兰提斯的了 好了 我们说了不是克里特岛 说了不是塞布鲁斯 说了不是意大利西边这两个岛 那直布罗陀海峡 对了吧 因为其中一个描述就是 它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 就是在欧洲非洲之间 分隔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峡 这个地方就叫做直布罗陀海峡 一样 在小冰河时期 12000年之前 水位没有现在那么高 中间真的有一个倒序 抽干水的时候 drain the sea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倒序 但如果真的一晚间遇到这么大的海啸 要找人类建筑痕迹 人类工具痕迹 就真的欠奉了 还有 虽然地理上 它是吻合了海格力斯之柱 Heclus 也是大力士 指这个地方是直布罗陀海峡 对面有这个岛 这个岛被海水围绕 透过它可以去其他岛序 就都像阿特兰提斯的描述 但是刚才说了 它就是欠奉一些考古证据 有可能全部都大灾难 一个大洪水 一次过就冲去大海 还有 还原建筑呢 很可能都冲散了 找不到 所以最后呢 剩下这个也是一个理论 甚至有人去scan 河床都真的找不到些什么 我不知道去scan 有多深 有没有再探测到河床底 沉积层之下 有些什么 但是进一步的证据就暂时欠奉 所以都不够说服力 说这个直布罗陀海峡被掩盖的岛 就是阿特兰提斯 虽然地理位置就很重 法拉图所说的 刚才补充台湾雪那里 最主要就是板块移动雪 那是大壮蓝色的板块移动雪 但是说真的 你突然间移到这么远 即是本身可以跟阿典开战的 你移到去台湾 或者有些就是南极雪移到去南极 那怎么跟阿典开战呢 会不会太远了 我绝对相信在南极冰层下面有埋没古城 但是一样 不是被埋没的古城 或者被沉了的城市 就是阿特兰提斯 所以我觉得这些去到没有雷公那么远的推论 那我们就先剔除了 这个地方也是去到很远的 好少少 没有去到台湾南极那么远 就是外尔兰 有些人认为 外尔兰会不会就是 亚特兰提斯 岳尔兰岳 就是亚特兰提斯大陆 主要论点就是 来自柏拉图所描述 岳国的大小 地貌就像 爱尔兰岳 信奉的人认为 而且最主要 两者都有巨石墓葬的文化 不过也是那句 那怎么跟阿典开战呢 好不太远 还有就是 那个环形都市建筑呢 没有啊 找不到啊 又或者在 爱尔兰隔离 避水覆盖的大陆 也有人认为是 亚特兰提斯 但之前说的 就算是避水掩盖 但它都没有符合到 白拉图一连串 那个聚述的条件的时候 那我们都不能视之为 亚特兰提斯 那另一个武雷公那么远的 刚才也有那个 Bimini Bimini Road 附近 有一个 都是用巨石墓葬的文化 视为 亚特兰提斯 关联证据 就是有人 原来是中美洲 会不会在 墨西哥东部 奥尔梅克文明 大概就在公元前 1200年前 奥尔梅克人 留下了很多雕像 雕像 有闻避 口唇 特兰 就跟印第安人 那个雕像 大相敬庭 相反 就跟非洲原住民 的雕像 很像 那会不会 假设有 亚特兰提斯 连接了非洲 和中美洲 以至到 非洲 这些 非洲原住民的雕像 口唇 闻避 的文化 是搬到中美洲 会不会是这样呢 但因为 坦白说 这也是一个关联性 就不是 绝对因果关系 很难 很难去证明 中间曾经有一个 传说中的 阿特兰提斯大陆 还有 那个时间点 都不对 纯粹说 公元前 1200年 找到这些东西 如果是可以证明到 公元前 12000年 已经 留下了这些东西 有这样的巨石文明 可能更近 但是 纯粹是 公元前 1200年 有这种巨石文化 我觉得 说服力不够 是 庭 二家 尽 一 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